將洋蔥 薑切成片 大蒜香茅切成段 全都倒入果汁機 打成泥的醬料可是獨門的秘方 醬汁淋在雞腿肉上 撒上咖哩粉 醃漬4個小時之後 再下鍋油炸 金黃酥脆的香茅雞 口感細嫩不油膩 香茅雞一定有香茅 薑片 蒜仁跟洋蔥 秘訣是在於咖哩粉 其實咖哩粉還會帶出整個味道不一樣 因為它融合了25種的香料 融合在咖哩粉裡面 這是馬來西亞最厲害的 其他調味就自己適中 喜歡吃鹹一點還甜一點就可以自己調配 而這一道馬來西亞小吃中最常見的沙爹串 使用雞牛羊豬 業者說用炭火或是烤香烤 過程中還要塗上奶油和香料來增加香氣 雞肉吃起來很新鮮 然後他們好像感覺醃漬滿久的 那那個香料的味道一樣在這個雞肉裡面 變得讓雞肉變得更軟嫩 然後香氣也非常的足夠 那加上這個醬料的部分 也是讓本來雞肉就有一點咖哩味 那再多增添一些香料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吃 油鍋裡這一道看似台灣的天婦羅 其實它正確名稱叫做炸魚香 吃起來呈現QQ的口感 其實叫Grobo 那因為我們在台灣找不到這樣 因為在馬來西亞呢 其實Grobo是隨處的路邊蛋都吃得到 那麼本來是薄片 但是在台灣我們覺得說像Olen這樣 或是像這種咬的魚漿類 那我們也是用魚漿去做的 但是裡面有一味特別的香料叫做Blat醬 那Blat醬是馬來西亞獨有的這個香料 然後我們把它混入 然後再加上麵粉 就把這個魚漿變成不一樣的風味 吃起來更Q更有搖氣 而且還有一種魚香的味道 所以我們叫它炸魚香 吃那樣餐點 當然不能少這一道炒龜啊 師傅熟練翻炒鍋子 將醬料發揮到極致 而想吃清淡一點 也可以點這一道椰香咖哩 我們馬來西亞特色菜 因為馬來西亞都知道是香辣 新香料多 那有香茅 薑黃 薑跟蒜 其實都有 那主要就是還有一些 我們馬來西亞比較道地的一些 特有的一些醃製香料 像Blat醬 它就是要做我們這一道魚漿 一定要用的Blat醬 那再做香茅雞 那我們其實在飯的這個工序比較多 其實台灣也蠻多料理 後來有引進香茅的做法 那在這裡吃到的就是有一種 特別道地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說太過嗆鼻 或者是太過刺激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是蠻順口好吃的 在朋友的邀請下 主廚正能亮來到大五輪沙灘附近 開設南洋風味餐廳 沒有搶眼招牌 用餐就在紅磚屋內 而牆上這幾幅油畫 是他們的特色 我們把這邊市集來融合 就是我們有很多不一樣的特色的東西在這裡 不一定就是吃喝玩樂都會有 所以我們在這個市集 我們就是要把娛樂跟我們休閒還有藝術結合 你們可以看到來這邊逛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藝人 我們有很漂亮的油畫 我們的養老師的作品 來這邊的人他不是只有 就是我們這個比較傳統的一些烤香腸的一些料理 那我希望來這邊的遊客 尤其都是外地的客人來這裡 那包含有桃園的 我甚至還有客人是從雲林那邊上來的 所以就是說他們就是覺得這個沙灘 他們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們想讓他們在這邊 可以多一點文化的飲食 疫情之後 外木山遊客回來了 濃濃奶洋風味和在地的餐飲作為居客 希望讓萊基隆的遊客 品嘗不一樣的一國料理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